63.台灣新申報 標檢局提醒手機正確用法 2015年7月18日綜合新聞07地方短波 記者陳秋香高雄報導 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表示 近日有民眾將手機放在汽車熱表板 車內經陽光照射形成高溫環境 造成手機裡電池爆炸而引然汽車的意外事件 該分局在此特別提醒民眾使用你電池 隨應選購經標準檢驗局檢驗合格外 還應特別注意以下四點正確使用方法 1.3.C.產品用你電池建議選用原廠電池及充電器 若有充電異常、發熱或膨脹現象 應立即停止使用 並送至廠商指定之維修站維修 設物自行更換零件或拆解修理 2.避免與疑然或金屬物品放在一起 如你電池與硬閉同時放在口袋中 可能短路引發高溫或爆炸 3.你電池不應至於高溫如陽光照射 之汽車內或潮濕環境 避免電池短路造成災害 4.你電池充電完成 應儘速移除電源 避免過充現象 逆密過度使用你電池至低電量 以免容易降低使用壽命 就是七公元 幾乎員 7.你電池